大陆禁止进口台湾石斑鱼 农委会豪气说 让全国中小学斑斑吃石斑 而且每个月吃一次 但现在有的县市就是吃不到 还有人打开饭盒一看 石斑鱼终于来了 但是这种石斑 彰化竹堂国中的午餐 有业者干脆在白饭上画一只石斑 庆幸的是 学生这餐的确吃到真的石斑 只是用这方式预告学生 这顿饭有石斑 利坚果小泽第一次喝到石斑鱼汤 学校还提醒学生 这可是珍贵食材 分量上面的话就是不要多假 然后每个人大概是一个汤匙 那两到三块的鱼肉 最近还有两个县市没吃到石斑 怎么可能还要每月吃石斑 所有调侃既然都能画出石斑 想吃什么干脆叫政府画给你 想吃鲍鱼鱼翅都可以画出来 甚至有人调侃 无法每个月吃石斑 可以每个月画石斑 蔡政府这样的大跳票 民众说根本不奇怪 你学生的营养午餐多少钱 怎么可能吃吗 拥有脑吧 政府讲的能听吗 政府的话你能信吗 那死都能吃了 在党炮轰 政府只会耍嘴皮 石斑鱼的量明明不够 还鬼扯要让大家每月斑斑吃石斑 斑斑有石斑 结果到最后很多人发现 那石斑鱼到最后都被小孩子倒掉 因为你把石斑用炸了 根本就难吃了个钥匙 这根本就是一个愚蠢的认证 我有嘲讽 反正斑斑每月吃石斑 一定会跳票 政府干脆要业者每月画石斑 说不定比炸的石斑鱼 好吃又好看 记得陈森伟 林信仙李懿玄台北彰化报导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好 好